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临近 一些美国人越来越担心 特朗普即便在11月的选举中败选 也不会放弃权利 毕竟现在他和竞选团队已经制造了一种氛围 以便他宣称自己败选是因为选举欺诈 以及有人操纵大选 据CNN报道 在19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再次问到这个问题 而白宫发言人凯利·麦克纳尼没有回避 也没有否认 毫不掩饰地表示 特朗普会看情况做决定 据悉在发布会上 麦克纳尼再次将矛头指向邮寄选票 重申特朗普认为选举舞弊真实存在 他还表示特朗普希望选举公正 并且希望能对选举结果充满信心 然而一位记者就此追问 特朗普是否说 如果没有赢得这次选举 就不会接受选举结果 除非是他获胜 麦克纳尼则不打原厂回应道 总统一直说他将看看会发生什么 之后再做出决定 这一回应与特朗普所说一样 此前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 是否会接受大选结果 他声称自己要看看 不会回答是或者不是 本周早些时候 麦克纳尼两次被问及 特朗普关于大选的言论 此前特朗普曾表示 他如果失败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大选被操纵 有记者就此提问 但麦克纳尼没有直接回答 CNN认为 这一次麦克纳尼的回应可谓异于挑明 这清楚表明 如果特朗普败选 别指望他会承认 这正如过去几个月里 特朗普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和推文 他数次抨击邮寄选票会导致选举欺诈 7月底特朗普还曾发布推文声称 邮寄选票将导致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 本周他还呼吁选民 不要信任这种投票方式 因为有人可能在收集选票时 或结果出来前动手脚 但报道提到 根本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的说法 他这样做 不过是因他越来越明显的成为竞选中的弱者 面对民意结果 他需要寻找借口辩解 而这些借口通常是一些 不愿透露姓名的他们 如果特朗普不接受败选结果会怎么样 CNN重点指出 在败局显而易见的情况下 如果特朗普拒绝承认或接受失败 他将破坏美国长期以来 自以为傲的权力和平过渡 并使美国面临一个 比过去四年更加两极分化和可怕的未来四年